你 还有一个重大的束缚 无尽兄弟的万能钥匙 虽然可以把所有的锁头打开 可是管不了 渡边人上刀以后 装的那三道闸门呀 所以人再快 也快不过电流 一旦我们行动的时候 有人把那三道闸门放下来 那我们越狱的行动 不就失败了吗 这道四 天底下的锁没有我脏无尽打不开的 可是我 怎么不来那个电动闸门哪 那我们就赶紧 先把他们的线路打断 对 而且 在我们行动之前 不能让小鬼子发现 我们在电路上做了手脚 那么就得 先找到电路的总开关 怎么办 整个建设的电路架设 一定是有图纸的 要想弄到图纸 那就好比是虎口多识 太难了 那不是问题 只要散烟窝降头的东西 就没有到不了手的 你都不知道图纸在哪儿 你上哪儿去投啊 那不得踩点儿吗 废话 你都不知道图纸在哪儿 你去哪儿踩点啊 你以为这里粗粗很自由吗 我说 你斗气是不是 那那你说怎么办 咱总不能坐着骂也不干吧 这活人不能让尿别死呀 你 你 行了 行了 别吵了 按理说 图纸 应该是放在资料室里的 可资料室在哪儿 又怎么进入资料室 就算汪三的头级再高 也不可能进入资料室啊 那又是一道跨不过去的坎儿哦 不好 是两道坎儿 第一 我们能不能找到图纸 第二 就算是找到图纸 可以得找一个懂电的人 把电路改变 我们当中 谁懂电路吗 我们当中谁懂电路吗 咱们这么多老公众 有这么多能人 我们就找 我就不见 还找不出一个懂电的 行 那从明天开始 咱们兵分两路 老爷 你给我找图纸 少校 你联络监狱里面那些兄弟 一定要找到一个懂电的人 好 我们就这么办 我 大家睡觉吧 养足精神 好 想不到你的温宏夫 会用这样的方法 给你传理消息 他用这种方法 只有一个解释 就是他现在的处境 十分凶险 他在向我求助 所以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帮我把他救出来 放心吧 苏老师 我们会尽全力救出你的温宏夫 再说了 我姐也被抓去了 十有八九也在那个岛上 大姐也被抓走了 是的 是 苏老师 是 苏老师 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总共只有三十几条破枪 靠这点实力根本救不出岛上的老弓 恐怕还可能会全军覆没 我们不能贸然行动 苏老师 那该怎么办 只能够进一步地了解情况 我们再制定一个周密的计划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你未婚服务的方法恐怕不能实行了 如果得不到准确的情报 我们行动很难展开 苏老师 你也不要太着急 实在认为 我们再想办法吧 来 兄弟 兄弟 懂电吗 兄弟 你帮我把这个 你看 兄弟 你懂电吗 我不懂 你先忙 兄弟 懂电吗 我不懂 找个懂电的 别找老婆开难 这么多老公 我还找不到一个懂电的 继续找吧 那就见着啊 信心 帮哥 三八六号 请求上厕所 快去快回啊 兄弟 现在遇到一个难题 你说 我们需要找一个懂电的人 懂电的 对 行动的时候需要切断电源 我知道了 我会留意 走了 就打活吧 鱼龟上写他 破坏机器 造势者偿命 自告费勇 要修不好他 跟他一起死 太 太军 这不是他的错 这是电机使用过度造成的短路 你给我五分钟 我一定让他转起来 给你五分钟时间 修不好 你给他陪葬 好 吧 敬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他吗 太军 我在来越洋岛之前 一直在贵国一位商人家里当仆人 我能更好地为太军服务 没想到你去过日本 好 从今天开始 你就不要去工厂上工了 留在兵营里面 烧烧水 打扫打扫卫生什么的 你给我听着 在你之前干的那个人 因为没能及时冲刷掉 厕所里的粪便 然我觉得 他已经失去了活下去的理由 所以我把他活埋了 希望你 好好地为皇居服劝忠天皇 明白吗 笑得明白 笑得明白 去吧 是 Claro 那 pájou 他Ж旦 是 不管云 摇约 有 这 心 是 有 那 人 雪 теп 来 报告 什么事 机器出了毛病 可能又是电动机坏了 一零五号 过来 你过来 检查一下 怎么回事 应该是线路关停 给你三分钟 修好的 我知道你是故意的 你想干什么吗 我们要逃出这座魔鬼道 需要你的帮助 我就全当没听过 你识过这句话 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们有周密的行动计划 但是现在 我们遇到一个难题 需要一个懂电的 帮我们赶装电路 对不起 我不是你们俩找的人 难道你不想 离开月亮到吗 反正 我不会助你们伙来 那我就听我 你俩过了 我听你俩过了 不然你俩过了 不然你俩过了 我去看你俩过了 不然我俩过了 你俩过了 你俩过了 让大家分享你的读书心得 这是典狱长给你的额外赏赐 你应该感到光荣 谢谢典狱长的栽培 よし 从今天开始 你每天坚守两个小时的劳动量 就在这里 把你的学习心得写下来 然后向劳工们宣讲 你可不要辜负了典狱长 对你的厚望啊 阿姨 老颜走了 少了一个得力帮手 上校 老颜去干擒杂其实是好事 行动相对自由一点 对我们搜集情报是有好处的 暴 FitzPot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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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他们说 他们找到一个电路工程师 是 但是不愿意跟我们合作 我的娘真没用 连这点小事都把不好 你别痴人说梦了 放弃 双孝 告诉他们 一定要坚持到底 不要放弃 啥意思 啥意思 他们说 绝不放弃 直至胜利 好 可眼下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 我会创造更多去越来世的机会 路边人想让我当文化讲解员 他的目的呢是想借我的嘴 让中国人知道 日本人才是他们的救世主 行 那我就去当这个蒋介员 狗屁 这帮小鬼子 烧杀掠夺无恶不足 还救世主呢 有这样的救世主 没有办法 我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 为了要多去越南市 兄弟 你在越南市有什么发现吗 我发现越南市的后边 还有更隐秘的建筑 有专人罢售 应该是秘密仓库 好 那就按你的计划做吧 大不了你说的话 咱们左耳朵近右耳朵出 装作没听见吗 我也装作没听见 本是不仅宗寨的 那眼是在愘处 装台队 是 SheIn 我们给产兑天 如果是莫阳 她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去做这件事 可我为什么徘徊那么久 苏静 你不能怯懦 这是你必须去做的事 你还犹豫什么 你必须去做的事 你必须去做的事 发生什么事了 殿医长 请吧 是 怎么样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做好准备是很重要的 首先你要了解圣战的意义 这样你演讲起来 才有更大的说服力 是 我一定不辜负殿医长的期望 好吧 准备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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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最后一堂课 就由我来讲 这是一本好书 其中呢 有一段点睛之处 我给大家念一念 血液循环系统是由血液 血管和心脏 组成的一个闭合的运输系统 但心脏呢 位于人体的横隔肌之上 腹腔中间左侧位 心脏由心肌组成包括左心房 左心室 左心房和左心室之间是由横隔肌隔开的 瓣膜导致血液只能由心房流入心室 而血液不能倒流 大家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它就是说呀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 每一个国家的大势所趋 就像美洲 英国 还有大不列颠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在这月亮岛上 安心劳动 把我们的产量维持在一定水平 发屁 什么屁话 我的课讲完了 但是 我想说一些跟课探无关的话 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心理化 我知道现在的时局是什么样子 大半个中国都在你们的掌控之下 就连我们的医院也是 都在你们的管制之中 可是我每次给你们上课 我这都很疼 尊心地疼 你们侵略我的国土 践踏我的同胞 而我们呢 还要给你们这些侵略者 提供所谓的医疗服务 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应该比我更清楚 你们到底在这片国土上做了什么 烧杀 掳掠 屠杀 平民 无恶不作 你们甚至公然违反国际法 研制和使用细菌武器 你们用来试验的不是动物 而是活生生的人哪 是活生生的中国人 如果你们换过来想一想 实验对象如果是你们的同胞 是日本人 你们会怎么做 好 一直以来我能站在这里给你们上课 不是我习惯了屈服 是作为明医生 我还有一些东西需要坚守 好 放开了 放开了 大家要知道 这个地方 它并不是监狱 而是日本人在组织我们 完成一定数量 要求的生产量 任务一完成 我们就可以重获自由 我们一定要加紧劳动 来 喂 什么 静儿出事了 这是重要的资料 交给保管员好好保管 是 好 苏小姐 赤十字医学院张院长 已经为你做了担保 考虑到你并无前科 我们准备释放你 但你必须为你的凡人言论写下回过书 给他纸和笔 我是不会写回过书的 你可要想好了 如果你执意不写 知道我们会怎么对付你吗 你们枪毙我 那会比枪毙更悲惨 我相信 你们这些日本侵略者 本来就是没有人性的畜生 放开 苏小姐 念在你救过我们的帝国军人 我本可以网开一面 但你还是要这样 那我也别无选择了 把他送于亮岛 去吧 太阵 那个 一会儿我进去一站呢 就是半天 我想先上趟厕所 去吧 哈姨 子良师找到了 就在月览师后面 好 我知道了 进去 快点 快点 听说他们明天 就要把单子送走 也不知道送到哪里去了 我被抓进来 家里人都不知道了 是吗 我呀 现在已经告清楚了 子良师就在月览师的后边 那是一间库房 那有机会进自料室吗 我在月览师的时候 小鬼子的卫兵一直在看着我 我根本就没有机会 我根本就没有机会 民资徒子在那儿 却拿不到手 不全把猫虎了 能不能把我弄那儿去 算了吧 把你弄到那儿有什么用 你能在鬼子的眼皮底下 进自料室吗 那怎么办 我怎么办 上校 我觉得汪三说得有点道理啊 如果汪三也在里面 没准咱俩可以相互掩护 说不定还能找到机会 不行 我反对 这太不现实了 我有办法了 少校 打我一下 打你一下 打我一下 来呀 不行 没说清楚理由之前 我是不会动手的 刘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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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你这是干吗 走 快点 都跟上 快 快点走 快点 快点 跟上 快 后面的 都跟上 快走 快点 老实点 快点 走 走 银长 你是不是已经看到了 我曾经说过 思想的力量 像一把软刀子 比我们战士手中的钢刀子 更有力量吧 现在零八零号 已经被我们改造成了 一个大日本帝国的崇拜者 如果要是他 在这里当众演讲 我相信一定能影响很多的人 而且我觉得 应该 现在把月亮岛的实验报告 交给我们大日本本土的内阁 对着 我觉得您的报告 应该了有分寸 别让大白营以为 中国战场的武士们 都不会用刺刀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记得拿破仑曾经说过 刺刀永远属于思想 思想永远属于刺刀 但是我觉得思想和刺刀一样重要 如果我们想统治中国 那么就得要一手用思想 一手举刺刀 缺一不可 你要这么说我还能接受 报告 零八零号得到 接来 我 殿余长好 副殿余长好 你头上的伤势怎么回事 殿余长问你 就要如实地回答 我不是 我是 我被同监舍的人给打了 他们为什么打你 我不该在监舍里面宣扬 大亚西亚主义论 他们都是一群文盲 听不懂 不接受我的观点 所以就把我给打了 都是一帮没有知识的渔夫 不要理会 这样吧 他们听不懂看不懂 就由你来读给他们听 不是 我 我不敢在监舍里 再宣扬大亚西亚主义论了 那就把他们分批次 集中到这里来 听你宣讲 这 我已经决定了 而且 以后所有上岛的囚犯 全部都经过你这一关 哈姨 包子去吧 都有 图纸已经有了进产 那个一六五号 您要抓紧 明白 一会儿放风的时候 找机会再和他聊聊 先走了 他就 回去吧 零五一号 到 到 零八八号 到 零九二号 到 报道号的都跟我走 快点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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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走 跟事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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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